阿羅哈 起咪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我們一樣是日本的屯片時間 那今天一樣來看一下 觀眾推薦的這個貓咪時刻啦 結果後來發現一堆觀眾都只有推薦貓咪 結果也沒推薦關卡好不好 那是我是要怎麼測啦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有一個觀眾 他有推薦的這個是我們這個 這邊也滿有興趣的 他說把蛋漢號拿去擋操售 然後打那個真傳奇人類貓咪化計畫的 這個第七小關 OK 那我們就用蛋漢號來去看一下喔 真傳奇關卡那個什麼 人類的這個貓咪化計畫的第七小關 我們來看一下喔 真傳奇人類貓咪化的第七小關 那我現在目前來說 我可以讓他測試二星的嗎 還是就只能測試 我們先看一下一星的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二星的好不好 來 然後第七小關是 1234567 這個巨大人緣就是1234567 對巨大人緣 喔哇靠 蛋漢號打巨人喔 Oh my God 那好像會很帥喔 來來來我們看一下 蛋漢號打巨人 我們來看看喔 觀眾推的如果這個 蛋漢號打巨人然後 很帥氣的話那確實是可以來 來那個加加那個給個罐頭的喔 那一樣我們這個系列的話都是 大家都在下面留言評分喔 你們覺得這個很帥的話 那哲平會再去就是 給我們這個作者喔 那個推薦的這個人員這個罐頭 他是推薦蠻多隻角色的耶 而且他都有就是附帶關卡 我真的快要把所有這個影片都拍他的喔 我覺得 因為其他人都只有推薦那個 角色沒有關卡 那我們先把這個烏龜換掉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蛋漢 好 來來來來我們看一下喔 來看一下究竟多猛 而且我這個蛋漢號也不是說很高等的 好不好 而且居然是打這個耶 打陸薩耶 我的天哪 蛋漢號打陸薩 這個也是有喔 其實我覺得大家推的都還蠻帥的 昨天推的那個國雄 雖然後面沒成功 但我自己個人其實 我自己個人還是覺得頂不錯的 就他至少還是有就是 踢踢踢踢爛啦 雖然他不是靠他自己 但是我覺得還算是頂不錯的 那這關我們來看一下究竟要怎麼樣囉 各位 擋得住超獸嗎 蛋蛋貓 還是只是觀眾在胡扯呢 帥 來來來來 看一下喔 這個陸薩應該就是超獸種 沒錯了 喔喔喔 無敵耶 哇靠 無敵仔 但是他要擋那個超獸 他如果不是擋超獸的話 其他 基本上還是很容易就是直接被斃掉 那我覺得還是得要幫忙一下 我們還是得要認真幫忙一下 但是我已經看到他的威力了喔 確實還挺猛的 他會有無敵效果耶 搖了個咻 是蠻牛的喔 是蠻牛的 我覺得 有到我覺得好像還行的那種地步 但是我覺得這個角色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要再看一下 哇靠 我在躲弄怎麼是這個等級的啊 夭壽咧 對啊 我在躲弄怎麼是這個等級的 來了 一堆超獸仔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先把那個毒暴椅弄掉耶 如果不把毒暴椅弄掉的話感覺 真的耶 你看扛住耶 牛到一個翻掉耶 牛蛙蛙 但是我覺得重點就是 要那個耶 完蛋了 我覺得要先用一些其他角色 看看我貓那些的 但是我覺得蛋蛋號有喔 有喔 我真的覺得有 我感受到了 他這個好像真的有點猛耶 但我們到時候可以看一下就是 挑戰到那個什麼 挑戰我們就是那個 挑戰到我們那個 會不會有機會 哇 那個躲弄應該要用 用這個等級的 然後這個下來換那個 看看五貓吧 我們再試一試看看 蠻好玩的耶 說真的 好帥喔 各位 蛋蛋號這樣扛住那個陸煞攻擊 那是真的 有點厲害耶 我的天 不是我在講 真的好像有點厲害 至少他是可以就是撐住 這個我也沒有想過耶 這看起來就很壯觀耶 很帥氣耶 我的天 好 先來申請錢包 然後待會就是 我覺得那個毒暴儀比較麻煩啦 對 毒暴儀的部分 可能要看一下 有沒有用哪一些角色來打他 走起來 蛋蛋號 而且我之前在打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原來蛋蛋號可以這樣 超扛耶 你看 無敵耶 Poly蝎 無敵仔耶 爆開了爆開了 但是還是敵猛的 來來來 先努力打一波 左洞 擊退他 然後把他往前帶 然後我們再繼續 我覺得多了這隻就不用下那個耶 這關就不用下龜殼了 因為我之前打這關的時候我是有用龜殼那些的 但是現在我們有這個蛋蛋號感覺就不需要了 尤其是蛋蛋號又可以打那個耶 因為他超售的話這都有無敵效果是不是 很猛耶 昨天 太神啦 各位 有點猛有點猛 有囉有囉 撞起來撞起來 神猛蛋蛋號 蛋蛋號現在都沒過去了 我們再過去一直看看 因為他這樣揮過去的時候他都會有無敵的盾牌效果 還是他只能擋一次啊 我不知道他可以擋幾次耶 破裂了 破蛋了 是不是因為被詛咒到了 被詛咒到所以破蛋了這樣子 他就喪失了他的那個 超受無敵能力 但我覺得真的要扛的話算很扛耶 就雖然可能我這邊有很多隻其他在幫助他 但是我覺得 他這樣是還挺不賴的各位 不過後來發現我二星關卡應該也打不了耶 因為我二星關卡 我根本還沒開到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啊 我要怎麼打 你看這隻蛋 都沒死耶 一直瘋狂無敵耶 Poly蝎 那你們覺得這個帥不帥氣呢 大家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看 陸煞他是一直在攻擊的耶 對啊 好猛喔 可是真的就是那個毒暴椅 只要那些守住我們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然後要觸發這個無敵效果 喔 意餒 有耶 你看 哇靠 蛋蛋號這是 有夠神的耶 到底誰發現的啊你們 好猛喔 你們真的是會 一個一個貓貓這樣慢慢試喔 還是你們也是看網路上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猛耶 居然可以發現這個 這個好帥喔 這個我自己也是覺得帥好不好 聊天室 不是 那留言區大家判斷一下 覺得帥的話留言個帥 我們就可以送這個觀眾這個罐頭了 真的是 滿神的 完全不知道耶 各位 所以以後如果要打什麼操縱總的話 或是幹嘛的 用這個喔 蛋蛋號確實是頂不錯 只是因為他現在是異星的關卡啦 所以如果之後打到二星的話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是不是用二星也是可以 反正打這種的嘛 古代總的這個一定是要派那個躲弄他們這些的 一定要躲弄躲起來的 沒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是你看我們那個蛋蛋他們 一直守在那邊耶 好猛喔 好神喔 各位 那你們這個蛋蛋你們會給幾分而已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欸 很強耶 我覺得有耶 不過感覺好像都才是要有一些特性的關卡 就他也不是就是 每一個關卡都那麼的適合的感覺對不對 對阿 就剛好這一關特別適合嗎 還是其實 還是其實也都差不多 他那個無敵太扯了好不好 對阿 為啥他會無敵阿 他蛋蛋浩帽這邊的能力他也沒有寫說他會無敵阿 蛤 到底他是怎麼 到底他是怎麼無敵起來的我也不知道耶 對阿 上面沒有無敵的中心耶 發生什麼事了 憑什麼 憑什麼他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樣是真的有點猛耶 完全不知道為啥 但是為啥他可以這麼的猛 對阿 他這樣沒寫阿 他沒有寫說什麼什麼無敵阿 對不對 攻擊下降然後詛咒然後操售然後幹嘛 什麼啥都不知道 然後就可以這麼帥耶 這隻我覺得是有喔 對這隻我覺得是有 大家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 真人類在此誕生應該就沒辦法了感覺 感覺應該就會爆開了吧好不好 好 那這次人類貓咪化激化這個二星我也還沒開啟啦 所以就沒辦法讓大家看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如果打我們這個陸煞的感覺 但是你們覺得呢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是真的還蠻帥的 你們給他幾分或是覺得他帥不帥氣 一樣如果很多人覺得這個很帥氣的話呢 我們就會好不好贈送出我們這邊的罐頭格 各位這個 觀眾朋友們好不好 這個完全強耶 這真的是很不錯 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結果跟畫面喔 希望大家接下來也可以就是在我們這個 日本屯片的時間 看到這麼多的一些很帥氣的這個 貓貓表現時刻啦好不好 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我們之後日本回來的話也可以再繼續做下去喔 再看看大家的這個反應如何 那今天就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全民樓 大家 掰掰囉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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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